继续开书 乾隆33年的正月初二 这乾隆皇帝在京师紫信城养心殿 拆开了一份公文 这是谁来的奏折呀 这是啊 从这个云南前县 云贵总督将军一等功明锐发来的 那这道奏折上写的是什么呀 暴劫 这乾隆皇帝并不惊讶 心里知道 这道奏折就是这明锐写来的劫报 因为在这军中啊 有这个秘折沉奏之权的 那可不只是这明锐一个人 其他的将领啊 早就把这道消息送到了大内 那为什么说这明锐作为主帅 他的奏折反倒来晚了呢 那是因为明锐这道奏折 那属于是公寒 先得发到兵部 由兵部转到军级处 这军级大臣看完了之后啊 才能转奏给皇上 这奏折内容很长 主要就是计数了去年12月 初二在缅甸境内一个叫满节的地方 清军呢 与缅甸一方打的一次攻坚战 清军兵力一万二 缅甸一方啊 16座联营 驻兵两万 这也可以算得上是这明锐啊 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 明锐在奏报当中 先陈述了是如何在战前去侦查敌营的 陈登高料望 见贼匪甚多 所设十六寨 拒暑险要 密林之内 隐约见有埋伏 又见牌有象征 不但山势郡衔 以山林秘境 并无可通之路 设法挑诱 免兵中不出寨交锋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那我军就只好决定啊 直接强攻了 十二月初二日 我军分队前进 冲击木寨 陈登聚在兵变之前是首先冲击 人人奋勇 用枪刀砍伤大象 相继盗奔冲突 免兵不知 纷纷败窜 我军冲冒枪炮 尽力攻击 乃至彼此抱持 以手相搏 贼人不及释放枪炮 但阁木炸用刀剑砍路 并抛制火球 我军力战不退 分身直入木寨 敌人连营十六寨 扎拉丰厄先攻一处 明锐攻得一处 这观音宝啊 也攻得一处 这奏折当中最为难得的 是这明锐将军身为主将 不但呢 把参战的将领的功绩 和这皇上交代清楚了 还着重的提了一下 杀进敌营奋不顾身 打开城门的 贵州藤牌兵王连 贵州藤牌兵王连 攻第二寨时 攀炸而上 飞身跃入 于数百免兵中 纵横砍杀十余人 头戴刀伤 乃拔毁炸木 这才兼英重兵 我兵乃得蜂拥而入 敌兵于晚间复来夺炸 我兵奋力击杀 战到二更时刻 所有埋伏贼人 即他处防守各匪 却弃债奔毅 地方距以阔强 击杀免贼两千余人 这乾隆皇帝 看完这道奏折之后啊 感动的几乎要哭了 那这乾隆皇帝为何如此动情呢 首先呢 是因为乾隆三十年 十三蟒地区 边是一起直至现在 在这前线来的奏章上啊 这胜仗可是没少打 实际上呢 乾隆皇帝派人到前线一调查呀 真正的胜仗没几场 可是这次不一样 几道密报 再加上明锐这道奏折 写的是明明白白 这情况是绝对属实 再来呢 这明锐啊 他不贪功 他几乎啊 把这次战役所有有功之人 都写到了这道奏折当中 就凉这个小兵王连呢 他也没漏掉 还让他感动的是啊 这明锐在指挥战斗当中啊 负伤了 可是在他所呈上了的奏章当中啊 那是只字未提 在其他的秘折当中啊 是这样写明锐的 明锐英勇督战 身先陷阵 右眼遭敌枪击伤 有指挥不少措 也就是说这明锐啊 在指挥战斗当中啊 一颗榴弹击中右眼 几乎失明 这可不能算是轻伤不下火线 这是重伤啊 即便重伤至此啊 这明锐仍然在前敌 指挥完了战斗 看看明锐 再想想啊 前一任的这个云南提督 李世生 总兵刘德成 躲在后方啊 不到前线去指挥 像这种将官呢 那完全就是该杀 乾隆皇帝看完奏报之后 立刻命军机处拟址 讲 一定要大大的加讲 明锐 秉性纯程 才有干计 潜在西锤之际 身先士卒 教计轩庸 尽经理缅甸军务以来 办理军营诸物 军能悉心筹划 动和 机翼 尽自 木棒整队深入 于旧小桶中悔诈 又在满节 亲茂失时 崔坚陷阵 木兽枪伤 由国勇直前 克阳我武 振心身为家卫 周 受明锐一等成家义勇功 赏给皇带子 红宝石顶 似团龙补福 原有之成恩公爵 其弟 奎林 成习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啊 这皇上给了明锐 天大的脸 天大的恩 首先呢 这明锐是一等功 就已然了不得了 这个一等功前边 又加了四个字的绝号 成家义勇 那像这个年纪的一等功啊 那很少有这种殊荣 那这黄带子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黄带子也好 红带子也罢 明锐都没有资格计 因为这种带子的颜色呀 它都不是身份象征那么简单 它是身份的标志 这黄带子呀 是皇室 红带子是宗室 那这个皇室是什么意思呢 是从这个努尔哈士 他爹塔士以下 所有的嫡系传人 才能计黄带子 那红带子呢 这红带子呀 就有点宽泛了 但是有一个硬性规定 必须得是爱勋的绝罗 也就是说 得是皇上本家 这明锐 他再是皇亲国戚 但是啊 他先复查 无非呀 是皇上的内亲 通常这种大臣呢 最多也就是赏这个蓝带子 或是青石腰带 这一赏啊 就赏了黄带子 这皇上简直啊 都没拿明锐当干儿子 那就是亲儿子一样 当然了 咱们这比喻啊 他有点夸张 有点重哎 这皇上也确实是想不出来 如何赏这个明锐了 那这红宝石顶 又是什么级别呢 这红宝石顶和四团龙补啊 那是王爷 尤其是啊 这四团龙补啊 是亲王级 您看这电视剧里没有 这杯子杯了呀 前后心也是团龙 不过呀 一前一后 只有两团龙 只有做了亲王 这一左一右两肩板上啊 才又加了两条团龙 这在这个朝服礼服 吉服的体系当中 除了皇儿那个 用这个金丝绣出来的团龙之外 那就属他了 再来的那就是绝位了 哎 这明锐原来就是一等宫 并且啊 这宫爵啊 来的比较早 明锐很小的时候 就做了这个一等成恩宫 您听成恩宫这个名字 您也能知道 这是继承他爹的 就是因为这爸爸死得早 这明锐呀 才早早班班的做了一等成恩宫 要说呀 不露脸 可是这回呀 您可别以为 就是在前边 给加了四个字的绝号 那么简单 这一等成恩宫啊 政府收回了 一等成家 一永宫 这是皇上新赐给 明锐的爵位 那原来 那个一等成恩宫呢 直接就给了 他的弟弟 傅茶奎林 也就是说 明锐这只傅茶家 人家有两个一等宫 这一门出两个公爵 在大臣家呀 那是非常罕见的 封赏了明锐以后 乾隆皇帝还没忘了 大大的封赏了 其他有公之臣 扎拉丰额 直接就晋升为了都统 带兵冲锋的 乌三太等五位将官 直接就封为了副都统 最让人高兴的 就是那个贵州藤牌兵 王连 这个大头兵啊 兵算是当到头了 一下子就被提升为了将官 从普通一兵 一下子就被提升为游击将军 除了正经八板的这个官衔之外 皇帝还给了荣誉称号 以及荣誉职位 荣誉称号是赏巴图鲁 兽兰陵侍卫 这两榜进士出身 十年苦毒混好了 官场摸爬滚打的 也无非就是个县台七品 一次战功下来 这王连就升任游击将军 从三品 无论是哪朝哪代提起这三品官来 也得形容人家为大元 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 这一二品呢叫药元 三四品呢叫大元 可是要我说呢 封这些武将怎么封赏都不为过 这军功啊是死人堆里滚出来的 是用命换回来的 可是这乾隆皇帝万万也没想到 就在他大家封赏前线将变 并催促明锐 命他呀一定要扩大战果 指导贼超的时候 他却是啊 把明锐以及所带领的这支部队 一步一步的推向了 败兵亡命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